不知道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医生让他做手术就是骗他 就是没有医德就是要赚钱 前些天我在急诊看了一个中年的男性患者 右上腹的腾痛 那么做了B肠发现他的胆囊 肿的老大个 然后的话呢胆囊里面有多发的结石 而且的话炎症也很厉害 茶血白细胞两万多 正常人应该在一万以下 所以的话呢是一个明显的身高 那么他的一个诊呢 就是胆囊结石一起来的急性胆囊炎 那么我就跟患者以及家属交代病情 我说你的这个急性胆囊炎还是很严重的 考虑做手术吗 可以考虑把胆囊切掉 一听到这里啊 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就不高兴了 突然间就提高嗓门就说 啊为什么要切胆囊 好好的胆囊为什么要切掉 我们不切我们要输液 我说你这个炎症挺严重的 那么的话呢输液不一定会好转 有可能会加重病情 那么即使侥幸你这次输液输好了 以后还有可能会再犯 而且你的胆囊里面那么多石头 吃药是不可能让这些石头削下去的 原则上来说 只要你的胆囊结石 发作过急性胆囊炎 都可以考虑把胆囊切掉的 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就是不听油烟不尽 就是坚决的拒绝切除胆囊 甚至讲出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没有必要劝了 自己签字拒绝 要求输液治疗 自愿承担相关的风险 那么第二天我职业班 这个患者和家属又来了 这一次疼得比昨天还厉害 而且发高烧了39度多 而且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昨天的精气神了 变得无精打采 讲话也没有力气了 而且的话呢 有点想要睡觉 有点试睡 眼皮感觉都睁不开了 整个人啊就有点迷糊了 然后他的这个眼睛 这个地方开始发黄了 我一看完蛋了 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CT CT证实了我的想法 就是他把哪里面的结石 调到胆总管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结石呢 就把胆总管完全给堵住了 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我们叫急性梗阻性跨龙性胆管炎 这个病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属于外科的急症中的急症 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 不及时的抗感染治疗 这个患者会死的 所以的话 啥也不说了 咱们赶紧联系肝胆外科 赶紧给他急诊做手术 把他的胆总管切开来 把里面的结石取掉 但是胆总管切开来之后 不能够直接缝合 他是长不上的 要放置一根踢管引流 那么这根管子的话呢 要过好几周 才能够拔掉 幸好抢救的啊 还算比较及时 这个患者及时的做了手术 没有出现生命的危险 但是这个手术的闯伤 也很大的 本来可以做一个 腹腔筋微创的胆囊切除手术 但是被他延误了病情 演变成了急性梗阻性的 化龙性胆管炎 为了抢救他的生命 就没有时间做这种 微创的手术了 就是拿一个大口子 在肚子上切一个好大的口子 手术的床伤要大很多 疤痕也会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 差点连命都丢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不会看你的 胆囊结实有时候 确实可以出现 很严重的病发症 包括胆囊穿孔 急性梗阻性的 化龙性胆管炎 打圆性的胰腺炎等等 我们在急诊 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胆囊确实有一定的功能 但是的话呢 该切的时候 还是得切 如果各位朋友 你也有胆囊结实 或者是胆囊细肉 那么应该去找医生 好好的评估一下 这个胆囊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排列生医生 每天进步 一点点